疫情爆發各界將矛頭對準在國籍航空機組員的檢疫措施 從五加九放寬為三加十一引發爭議 偵察院將會介入調查 釐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相關的決策過程是否有問題 監委蒲中成跟蘇利雄申請自動調查 監委認為過去一年防疫有成就在國籍航空機組員 反國檢疫措施放寬之後 本獨疫情大爆發 究竟放寬檢疫措施跟疫情爆發有沒有關聯 有無做成會議記錄有無相關的行政責任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說疫情爆發一年多來 很多會議沒有辦法做成完整的會議記錄 但是後來會走公文的程序 每天會議實在太多 沒有辦法每一樣都做 所以沒有要求每一場都有會議記錄 行政上不完備也請監委見諒